出品 虎秀 大批女装商家正被电商渠道的退货率折磨到崩溃 一位做女装直播电商的博主说 自己店的平均退货率在80%左右 翻看社交媒体上的女装商家吐槽贴 有商家说自己在某些电商渠道卖了15万的货 结果退回来了14万 还有商家说即使做不能退换的内衣库 也会有10%的退货率 退货率高让商家的很多经营付出都变成了白忙一场 再加上运费闲等种种成本 有的商家说自己卖货还得亏钱 女装退货率为何这么高 电商渠道商家和消费者又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极度内卷下的恶性循环 很多女装商家把退货率高的矛头指向了电商渠道和消费者 先看电商渠道 强制运费险和比价是其被商家吐槽最多的点 阴曼品牌创始人方建华在其公众号上列数了强制运费险的三宗罪 其一便是推高了退货率产生大量无效订单商家苦不堪言 除此之外 方建华提到的另外两宗罪还包括助长不良风气 诱导用户钻漏洞 利用运费险和实际运费之间的差额薅羊毛 增加商家无效投入 占用研发资源投入 进而破坏用户长期体验 电商渠道纷纷上线的比价功能也让不少女装商家叫苦不迭 比价功能的本意是让消费者买到最具性价比的产品 为消费者省钱 然而在服装行业 这个功能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整体来看 服装行业互相抄款式的情况非常常见 当一个款卖爆之后 就会有无数商家推出同款 电商渠道有了比价功能之后 商家为了卖得更便宜 获取更多流量和生意 就会尽可能压缩成本 面料 做工也会大打折扣 产品做不好 退货率自然也就越来越高 消费者是直接退货的主体 对于消费者来说 买到不合适的商品退货本是天经地义 但确实也存在少部分消费者买完商品之后穿几天再退的情况 这也拉升了服装产品的退货率 那在退货这件事上受伤害最大的商家就没错吗 当然不是 实际上 确实有很多女装商家存在货不对版的情况 造成货不对版的原因 除了压缩成本造成的用料 做工差 还包括模特图修图严重 甚至直接盗用同行爆款产品图等 当下的女装 除了货不对版 还有太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比如 女装市场正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只要有一个风格活起来 恨不得线上线下全是类似的服装 今年满大街的吊带裙 前两年的泡泡秀就被很多消费者吐槽 一位业内知识人士在和笔者交流的过程中 曾谈到过某些女装品牌设计越发欧美快时尚化的问题 在她看来 很多服装品牌生产的产品 无论版式还是风格 都太不符合普通人日常穿搭需求了 这类产品勉强能在一二线城市卖得动到三线以下市场 消费者的接受度就很低 回到女装退货率高的问题 无论是电商渠道上不利于商家的政策 还是商家为了销量用的各种手段 本质上都是在女装行业极度内卷中陷入了恶性循环 短期来看 这样的困局似乎非常难解 但长期看 消费者穿衣 爱美的需求永远都在 能让大多数普通人穿着体面 好看的服装才会有市场